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她真的是因为抑郁症而自杀身亡了吗 就让张国荣的姐姐张绿萍来告知大家真相吧 还记得张国荣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霸王别姬》吗 而就是在这部电影拍摄完之后 张国荣被查出了患有抑郁症 从此之后的张国荣仿佛变了一个人 她的形态举止 眼神 行为 仿佛都变得不一样了 于是在46岁的这一年 她选择跳楼自杀来终结自己的生命 而张国荣的姐姐张绿萍表示 这或许就是张家南宁的命运 她说张家患有一种遗传病 他们的脑中都会缺少一种平衡上的物质 然后就会患上生理上无法攻克的抑郁症 张绿萍说 自己的干妈曾经拿着张国荣的生辰八字算过命 先生说她到46岁时就会死亡 结束自己的生命 而将这件事情告诉张国荣之后 张国荣也暗暗记在了心里 而在张国荣患有抑郁症期间 经常能听到有人让她去死的声音 或许这就是一个暗示吧 在张国荣患上抑郁症这段时间 哥哥张国荣经常出现不清醒的状态 甚至还会出现各种幻觉 其中让她去死的声音尤为大声 或许就是骑干妈的一次算命 让46岁死亡的声音埋入哥哥张国荣的心中 真是为她不值得 本文素才来源于网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